我给大家混个科学大奖 然后讲讲这些东西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上周我去参加了个科学大奖 不是我会讲 是奖励在生命科学 物质科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科学家 那么这科学跟咱普通人有啥关系呢 这里边竟然还有繁老还童的技术 那么现在来到了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现场 我看看这个现场有多震撼 这个奖简单好理解 就像繁老还童技术 秦始皇那个时候不也非常想要这种长生不老的技术吗 不过目前也只存在在细胞水平上 这个研究跟咱们人体关系还真的是非常大 目前的技术我们可以成熟的把人体成熟的细胞取出来 重新回到原始状态 把含有遗传物质的细胞核导入到去核的卵母细胞中 就是科隆技术了 另外一个发现就是日本的一位科学家得到诺贝尔奖的发现 是只需要把四种蛋白导入人体的体细胞里边 等于给体细胞重新编成 可以变回干细胞 那邓教授的成就就是把我们身体上的一个皮肤细胞拿出来 在体外再加上几个化学小分子 就可以把它重新变回多能的干细胞 那得到干细胞是干啥呀 这干细胞是非常重要的 它就能把它变成对我们人体各种永用的细胞 就比如糖尿病患者 是因为人体的胰岛B细胞损坏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皮肤的细胞 加上几个化学小分子生成干细胞 再将干细胞分化为胰岛B细胞 再植入到人体内就不用打胰岛素了呀 当然这后续还要需要很多的研究要做 那你看咱提到这个繁老环童技术了 那邓教授团队是在2013年首创了化学重编程技术 使用生物体外部的几个化学小分子 将小鼠的体细胞重新编成为多能干细胞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 在2022年成功将化学重编程技术 拓展到了人体多能干细胞的制备 这又属于跨时代的第三代技术了 是由我国自如研发的人多能干细胞制备技术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啊 繁老环童技术 其实黄儿没赶上 咱们是有可能赶上的 我给采访到了邓教授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简单讲 第一代技术呢 就是他利用了造物主造的这个细胞 就卵母细胞 卵母细胞特别重要 你像那个蚂蚁的话 它那个蚁后的生命比公蚁长100倍 为什么 因为以后它的目的就是产生那个卵母细胞 因为卵母细胞能帮着你物种的延续 它就有重编程能力 它就能把这个生命重编程到生命的起点 所以克隆阳当时就利用了这个原理 你把普通的体细胞 用显微操作技术放到那个卵母细胞里面 卵母细胞就做了这个重编程过程 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 也没完全搞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上帝造的细胞 它能实现这个事情 就是完全依赖这个卵母细胞来做 日本人呢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大的突破在哪呢 第一次实现了我们不用卵母细胞 就用几个特定的转路因子 把这几个转路因子 简单的通过转基因的方法 导到普通的细胞里面 就可以回到上面 就可以代替卵母细胞 所以它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卵母细胞 但是这几个转路因子 也是上帝造的 只是你发现了这几个关键转路因子 那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两个方法它有一个缺陷 它都是利用内源的 细胞的内源的物质来做 那我们看那个低等动物再生 它再生能力很强 它并没有采用这个方式 它就是自然的在损伤情况下 它就能想外部的损伤信号 就可以实现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一直非常好奇 能用更简单的 像低等动物这种再生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 能不能就用简单的外部的刺激 不用这种内源的方式 不用传统的遗传学方法 能不能实现这一点 后来我们就做出这个化学重编程 那它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突破在哪呢 这些小分子是我们人体内不存在的 卵母细胞是我们人体内存在的 那转路因子也是我们人自身存在的东西 但这些小分子 是我们人体内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你把它组合在一起 就能改变它的细胞属性 这个也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这个生命也太神奇了 这么复杂的一个调控 能通过简单的小分子的组合 就能把它改变回去 首先跟它的本质区别是这个 第二呢 这个小分子的特点特别好在哪呢 你组合起来特别方便 这个组合可以任意改 任意的编成你的小分子 ABCD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组合 这个小分子多一点 那个小分子少一点 五个在一起或十个在一起 反正可以进行任意很简单的组合 而且你处理细胞的时间的长短 处理的先后顺序 是可以任意改变的 这是传统遗传学方法 它没有这么大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 就是我们是可以把细胞可逆回去 但是这个可逆回去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可控的过程 甚至变成了一个可以精细调控的过程 就像我前面讲的 你说核聚变 大家感兴趣是可控的核聚变 才能成为一个能源 那这个第三代 它变成了一个可控的过程 而且小分子组合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这三个技术都表明了一点 伤我们人体内的细胞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是具有高度可塑性的 生命这个状态是可逆的 而且这个可逆的过程甚至是可控的 那就可以在这上面可以想象很多事情了 就像你我们刚刚前面很多人提到那个基因编辑 那个现在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很强大 你可以编辑任何你想改变的基因 那将来我们这个技术就可以用于改变 可以把细胞改变成你任何一个想出的功能状态 或改变成任何一个你想要的身份 那就变成了一个很强有的工具 就是比它们更有更简单 更安全 更可控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就是新一代技术的一个特点 2024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 授予张涛 中国科学院大列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亚栋 清华大学 表彰它们对单原子催化的发展和应用 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这物质奖提到的单原子催化剂是个啥呢 想要了解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呢 咱得先知道什么是催化作用 催化就是用催化剂来加速化学反应速率的科学和技术 2000年以来 催化领域曾经获得过6次诺贝尔奖 足以看到催化 对人类社会和现代科学都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这就要再看到化学了 化学是一门中心学科 是用来创造物质的 因为有了催化发生了聚合反应 所以我们才创造了化线 才有了衣服了 我们穿了暖了 然后通过化学的方法制造了化肥 粮食增产了 吃得饱了 催化剂在加速化学反应 创造更多的物质 过去人类对催化的认知 大多处在微米尺度和纳米尺度 如果能够通过科学的研究 将催化剂的认知与设计水平提升到原子尺度 将有助于化工生产的速率的提高 产生更多有价值的化学品 进一步给社会带来更多更快的发展 这就将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 李教授的研究方法 可以促成具有高载量中心金属 和均一微观结构的 单原子催化剂的大规模合成 听不懂 咱简单的理解就是 该方法能够从最本质上 解决单原子催化剂的合成方法 提高了稳定性 提高效率 反应速率 在能源化工 环保以及材料方面等等 都具有巨大的潜力 以及推动作用 那等于就是跨层级的跃进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了 当单原子尺度的催化剂 我们可以实现控制了 那么是不是就有新的材料 新的物质就应运而生了呢 材料科学得到进步 那人的社会以及科技 也会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 那咱也跟科学家直接连线聊聊 还有什么应用呢 从微纳尺寸到原子尺寸 它的化学机制有什么不同 是什么促成了更小的尺寸的化学催化的研究 它当时因为人类无法做到单原子的这个水平 这个上个世纪末 这个世纪初 慢慢的认识到了 能够做到单原子 也能够通过球插电机和同步辐射 能够看到 能够证实是单原子 然后它也有活性 是这个时候才开始 大概那个图像上是这么差异 就是人类是在一个舞台上 或者是一个平台上一排椅子 然后每个椅子上 发生男男女女在那里坐在一起 他们在这地方牵手 这个恋爱 然后成家立业 这个生下一代 现在呢 只有一个椅子 只能坐一个 然后它只能结合一个 可能差异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这个行业 这个升级换代 关键技术 所以呢 这个单原子悬化机的发现 能够跟选件化学结合 能够定向的去插入 或者是三尺分子中的 某些特定的原子 能进行分子编辑 所以它有可能 还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称之为 从纳米时代进入到 单原子单分子时代 也可能人类在物质科学领域里面 像费曼预言的一样 如果能在原子水平上 实现这个对物质的操控 那可能这个世界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 数学与计算机领域这个获奖的内容 我是着实有点蒙圈啊 要不怎么说数学是这个世界的基础呢 那这个神秘的科学是真的很难懂啊 获奖科学家是在理群表示论上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理群是谁 是个人名吗 那表示论又是什么呢 于是我回来稍微恶补了一下 在人类的很长的历史当中呢 数学家发现了三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数 就通常我们知道你一二三四五嘛 然后在微积分发明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概念 叫函数 那么在研究数的过程当中呢 特别是代入方程的时候呢 发现了群 所以群也被认为是数学家发现了 可以跟数和函数同等重要的一个数学概念 理群呢 是挪威数学家Sophs Lee发现并提出的 那理群啊 不是个人名啊 确实用人名来命名的 这个理和这个群咱得分开看 那理群表示论是现代数学的基础之一 源于物理学 是朗兰兹刚领的基础 对数论中 包括费马大定理 证明在内的许多关键进展至关重要 你看啊 它都是现代数学的基础之一了 那在数学领域中 一定是占据着举足轻松的地位的 本次获奖的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个就是在于 建立典型理群表示的单重性质 奠定了典型理群的相对表示论基础 并为Gangroth Prasad的基本猜想提供了重要证据 那它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在于 SET对应理论 这就是研究不同群之间自首形式的重要方法之一 也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那第三个就证明了Rawking Selleberg 卷积在无穷远处的非灵假设 这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被数学家提出的猜想 那孙教授就证明了其非灵性 并且进行了具体的计算 解决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 听懂的举手 听不懂的也举手 听不懂很正常 无法理解很正常 因为这是数学家要考虑的事情 那按照我的理解 数学家在做的事情 就是解决前人提出的猜想 找到证明猜想的方法和手段 或者是给这些方法和手段提供方向 如果能力再强一点 那再提出几个猜想 让后边的人来搞定 对吧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不知道哪一种理论 就得到了实际的应用 这就还应了那句话 用不用不重要 有没有才重要 对吧 那我们只要了解 孙教授的获奖的领域 在数学研究方面 取得了周玉的贡献就好了 那说不定以后就有大用处 我也采访到了孙教授 让教授给咱简单讲讲 这个李群的李 李确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中国 李群其实是 带了连续性结构的一个群 群是在数学里面 是描述事物的对程 比方我们在这时空是吧 它有平移对程性 空间可以平移 还有随拽 随拽的对程 就是这些对程 李群表示量的作用呢 最初是来源于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里面 时空是四维空间 这个四维空间 有对程群呢 在描述物理的基本粒子 用无群外空间里面的 一个下列来描述 这个无群外空间 它都会带以 时空变化群的作用 那就是李群表示 给你一个具体的李群 知道我们也就 它的表示有哪些 这是李群表示 我们也就在对象 表示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在哪些方面 能够带来应用呢 我做的是 很多是关于 叫所谓的典型群的表示 一些有些 比较基本的问题 就很多人会做 但是查期 没有被解决的 一些典型群的问题 这个应用 现在目前来说 可能是在数论里面 做数论的人比较关心 在其他实际生活中 至少我现在做的这个数学 这个李群表示 我还没用到 但是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 李群表示论里面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把它用在声音信号的方式上面 然后呢 这个声音信号的方式 去做那个 电机的指压解释 开始出乎我意料的 好的效果 我做的这个 利用这个简单的 李群表示论做的东西 可以拍的两个声音 是不是听起来是差不多的 还是不一样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虽然我现在做的 李群表示论可能 至少在目前是开不到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但是这个理论 或者数学的其他理论 可能不经意间 有个解带的东西 都可以用在实际生活中 那李群表示论 在当前的这种 人工智能技术方面 应用的多吗 就有没有我们大众 听过的一些例子 现在有些人做 那个就是李群 在机器学习中的应用 是有人在做的 不知道 据说有些是有效果 他把对称性 用在机器学习里面 比如说空间什么 比如说三维图形 空间的对称性 空间本来就要 平移对称性 随随对称性 他把这个对称性的信息 放在那个机器学习里面 多一些信息放进去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这些科学成就 正在向好的 悄悄地改变我们的世界 当然还会有更多的 科学成就出现 大家好好学习 说不定你就是 下一位科学家 发光发财